在此刻一起听见夏日限定的美好 晚上好 这里是FM27.1 原来我很爱你深夜电台 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万鹏 时间过得真快啊 感觉初次在电台节目中和大家打招呼 才刚过去没多久 这就已经到了最后一期节目了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在过去的几期节目里 经历了许多从来未有过的新鲜尝试 感觉深夜电台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 我在这里存放了很多珍贵的回忆 当然了 我也很幸运遇到了桑乌烟这个角色 我在她的故事里面哭过笑过 但终究还是要在最后和大家说声再见的 有人说所有的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那么就让我们怀揣着这样的充满希望的心情 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在下一个面红空的 expand 按赞接下个电致就有一个星 同航 adm cena 心海的水晶 继续在飞行 带上你的姓名 这样我就不是一个人 不灵你 这样你会不会 发现我 远处有我像星星一样闪烁 指引我不懂表达自我 才让每段过往都 与回曲折 我不闪躲 从一个星星去往另一个星星 泪水像淹没在心海的水晶 继续在飞行带上你的姓名 这样我就不是一个人 孤零零 这样你会不会 发现我 远处有我像星星一样闪烁 只因我不懂表达自我 才让每段过往都 遇回曲折 我不闪躲 我像星星一样闪烁 我像星星一样闪烁 就不见得了 我像星星一样的 我像星星一样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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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就不要忽略我 远处有我像星星一样闪烁 指引我总是万一自我 才让每个故事都辗转反侧 我不难过 愉快的追剧生活就在今天画上了句号 今天的大结局 是不是你们一直期待的happy ending呢 其实一路走来 不只是桑无烟在用自己的温暖 照亮着苏念钦的世界 苏念钦也让自己的爱 成为了桑无烟温暖的避风港 治愈了他一直埋在心上的疼痛 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不管是子女和父母的亲情 朋友之间的友情 亦或是恋人之间的爱情 他们彼此之间包容付出理解或是原谅 苏念钦和桑无烟的故事 教会了我们如何更好地去表达爱 接受爱 我们生来并不完美 但是能为所爱的人而变成彼此合适的模样 就已经足够了 已经波澜 无烟和念钦最终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几集除了温馨甜蜜之外呢 两人的婚后日常也是常常让我报笑的 谁能想到我们平时霸道的苏念钦 居然会对婚姻缺乏安全感 需要靠无烟每日开门迎接他的遗事 来弥补心中的不安感 的确婚姻与恋爱是很不一样的 婚姻需要在浪漫之外多承担一份责任和担当 可能身处其中的人刚开始会感觉到不踏实 没有实感 就像是苏念钦的表现一样 而这时候就需要两个人彼此互相包容了 当然了也需要用心去经营 这也是无言从中学到的一些道理 无言和念钦最终获得了美好的结局 而剧中的其他人物和角色也都找到了自己的未来 在此我也希望镜头外的你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让我们一起祝愿 桑无烟和苏念钦的爱情故事就这么一直延续下去吧 最后一期的小王子请在温柔的海浪声中静静地听吧 要记得当你在夜晚抬头看星空时 我就住在那其中的一颗星球上 因为我在那颗星球对你笑 对你而言就像整个星空都在为你笑一样 这样你就拥有了为你而微笑的整片星空 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 你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 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 小王子对他们说 没有人驯服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 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 它那时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 但是我现在已经把它当成了我的朋友 于是他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 这时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 你们很美 但你们是空虚的 小王子仍然在对他们说 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 当然了 我的那朵玫瑰花 一个普通的过路人 以为它和你们一样 可是它单独一躲 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 因为它是我浇灌的 因为它是我放在花罩中的 因为它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 因为它身上的毛虫 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而外 甚至有时 我聆听着它的沉默 因为它是我的玫瑰 它又回到了狐狸身边 再见了 小王子说到 再见 狐狸说 这就是我的秘密 很简单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 实质性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实质性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 以便能把它记在心间 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 这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 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 小王子又重复着 要使自己记住这些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 狐狸说 可是 你不应该忘记它 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 负责到底 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 小王子又重复着 叶已经借鉴深了 尽管有诸多的不舍 最后一些节目 还是已经到了尾声 《沦陷》是桑无烟和苏念卿 第一集初遇时听的一首歌 不管是出现时机还是歌名 对于一见钟情 深陷其中的名识 都有着别样的意义 每次听到这首歌 仿佛桑无烟都在我脑海里 动静地说道 我喜欢你 第一眼就喜欢 相信一路追剧的粉丝朋友们 也沦陷在了 原来我很爱你的故事里 都说要有始有终 在这个属于结束 与道别的晚上 让我们一起在结尾 诉说初见 所以我为大家准备了深夜电台 该愿愿沦陷 却逃不出深夜 沿途的声 转转斜不准磨灭 蔚蜂蜢的从前 回头一杯覆盖的血 爱怎么溶解 因为你一直在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